它很卷 这是iPhone 13 Pro 一个是2160Hz的realme 10 Pro Plus 1500万去打造出来的 是Overlay 各位 有一台很可怕的手机 来到我的手上了 realme 10 Pro Plus 怎样的可怕法 它很卷 一台终端机 它竟然妄想把全部功能塞完进去 然后它又真的塞到 先讲两个麦点 下你们一下 一一像素镜头 Close Screen 2160Hz PWM 超高频调光 你不懂是什么不用顶 看完影片你就懂了啦 马上开箱 这支影片应该是我过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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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拍的第一支realme开箱影片 最后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realme的手机系列 第一个GT 它是旗舰级别里面是比较多新功能也是最贵的那一款 第二个GT你有朝玩风它是比较偏向游戏体验一点的 第三个C系列它是入门级别 最后就是数字系列它是比较主打颜值还有体验的一个终端级别 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这个realme 10 Pro Plus就是数字级别 它是一个终端级别但是竭尽所能try to成为旗舰 你爆发力了啦 我拿到的这个色列就叫做Hyper Space 颜色是偏时尚少女性的 上半部是镜面加立体光坠纹理 下半部就铺满了反光纱 不同角度还会慢慢动起来的感觉 然后这个镜头是没有模组的就很直接的给你两粒 加上这个bling bling的工艺老实讲我觉得跟HONOR其实是有点像的哦 其实第一个印象拿到手就是很薄很轻 173g中7.66mm的厚度 以一台5G手机来讲它真的是算很薄了 而且realme还要在这么薄的机身里面塞进了5000mAh的电池 所以首先续航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这个是被我给你们讲的哦 很卷哦 卷到啊 很过分 听说realme用了1500万去打造出来的 是可以跟Samsung旗舰级别的手机的screen 变成迷水哦 除了那一种 第一 它的screen是曲面的 曲面等于高级 这个我是不懂什么手臂查不出来的啦 曲面好不好握咧 这个很主观 但是颜值这点是无可否认的 曲面屏哦 当你亮screen之后 你正面看过去是装的 很美的 有一种莫名的高级感 尤其配上realme 10 Pro Plus的这个 超特价超级窄下巴 2.33mm 是realme目前下巴最窄的手机啊 黑边框咧也只有那个1mm 所以平板比大了 握在手上看起来就是一整块screen 看起来就已经很低了了 第二 屏幕的quality 6.7寸的OLED材质支持120Hz的刷新率 10.7亿的色彩显示 还有最重要的也就是realme 10 Pro Plus 最卷的地方就是这个2160Hz的 PWM超高频调光 2160Hz PWM到底是什么东东 科普时间 PWM高频调光就是为了缓解 OLED screen在低光下面平闪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平时photographer videographer常常讲的 flicker 有时候你用手机对整灯拍video 会出现一条条的黑条 而且会动的咧 从下面到上面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那个 就是平闪了 其实啦只要是发光起来 都会有自己平闪的频率 这样其实我们肉眼看不到啦 是因为刚好那个发光的那个频率 跟我们眼睛的频率对上了 但其实这个一条条的光线是伤眼睛的 长时间看会头痛啊 会近视加深啊 会眼睛疲劳等等 越多是越不好 So 我们回来 PWM我们已经了解了嘛 这样2160Hz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咩 这样一般上我们平时看到的手机 都是1920Hz的 这样realme 10 Pro Plus 它就把它升到了2160Hz 就我这边呢 shutton speed开到4000Hz 去拍这两台手机 都是最暗的情况下 一个是iPhone 13 Pro 一个是2160Hz的realme 10 Pro Plus 看到了吗 realme几乎很少很少的频闪 那我一开始就讲了咯 频闪越多对眼睛的伤害就越大 那越少肯定就是越好咯 而且了realme 10 Pro Plus 才拿到了 toothriden的双认证 蓝光慧眼 Sticker Free 它也是第一款 拿到Sticker Free认证的 OLED平手机 两个眼睛里面 一共有三个镜头 一异像素主摄 就在这边啦 用的是 Samsung Hashem 6的传感器 最高是可以拍出一张 12000×9000分辨率的照片啦 下面一个超广角 一个微距 这边我们就直接上两张 对比一下一倍还有三倍的效果 而且因为异异像素的关系 所以照片拍了后期 你再钟钟钟都可以还是很清楚的 它有增加的各种CC锐镜 接拍的时候 大家可以try一try 别有一番风味 对了realme新的拍照水银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哦 拍了放去IG 感觉自己秒变photographer哦 电池方面呢 刚才就有提到是5000毫安啦 然后配上一个67W快充 其实很大很快 但是realme不老都是这个标配的 所以有点像是 祖传艺能的感觉 使出来10分钟可以冲30% 45分钟可以冲到满 处理器用的是天玑920 5G芯片 那毕竟它就是一个终端机嘛 它也不是主打游戏啊 或者是性能上面的 价钱也是摆在那边了 所以处理器注定是它的败笔 那日常使用拿来玩一玩 画质不是太高的游戏 都是可以胜任的 如果你要针对满针游戏的话 就没有办法 支持realme 10 Pro Plus 还支持DIE动态运存拓展技术 就是说它原本有8GB RAM 然后它再加多8GB RAM给你 给你实现有一种16GB RAM的感觉 总之来讲呢 realme 10 Pro Plus 算是一款比较全能性的手机 除了screen以外 它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但是它也几乎没有短板 马来西亚的12月8日发布 希望我这支影片可以在8号之前剪好了 我快点Pose来给大家看到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在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开箱别的手机吧 我是可恩 下车见 拜拜